喜师父说故事 佛陀灭渡后 在印度有一位叫乌斯加的国王 心地善良 对百姓施以人证 他有一个儿子 眼睛非常美丽 几乎可媲美当时的一种美目之鸟 居纳罗鸟 因此国王便以居纳罗为儿子命名 太子长大后相貌堂堂 而且行为端正慈悲 乌斯加国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有天带着居纳罗到寺院礼佛 长老耶摄尊者 看到年轻的太子说 人生无常 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 有谁能永保年轻俊美呢 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 就像太子这对眼睛 虽然看起来很美 其实是罪够惠不敬 遭灾惹惹惑之缘呢 尊者的这番话 令太子感到疑惑 大家都赞叹我的眼睛妹 这些话不断在太子的脑海中盘旋 由于太子长得非常俊秀 很多女孩都喜欢亲近他 国王有位年轻的嫔妃 也被太子的仪表深深吸引 竟然大胆地向太子表白 希望太子能够接受他的爱 然而 信奉佛教的居纳罗太子 当然不肯做颠倒伦理的事 并好言相劝 遭太子拒绝后的嫔妃 怒火中烧 由爱转恨 后来国王生病 那位嫔妃在旁细心照顾 国王改念他 便问他有何愿望 嫔妃说 我只要求 接掌国政 七日就好 国王心想 君无戏言 于是就答应了 嫔妃当位后 写了封爱恨交织的密函 给太子 要太子 不要再让他 看到他的眼睛 唯有如此 他的怨恨 才能消除 太子看了信 终于明白 尊者的开示 只不过 一切已经太迟 现在 嫔妃的话 就如同国王的指令 无法违抗 不得已 太子挖下一颗眼珠 放在手掌上 恍然大悟 原来 他是这么的腥臭 为何 这么不尽之物 会得到许多人的赞叹 又惹来这场大祸呢 两眼挖掉后 他眼前一片黑暗 但内心一片光明 身心清凉 得知此一消息 大家都觉得奇怪 生性善良的太子 为什么会得到 这样不幸的果报 于是 一起请教一位 有神通的尊者 尊者回答道 很久以前 波罗奈国 有个猎人 一年冬天 他在山中 发现一个洞窟 里面 住着很多梅花鹿 他每天 都从洞中 猎取一只鹿 带回家 先挖掉眼睛 然后杀死 一年之后 这洞中的鹿 统统被杀光了 由于这个姻缘 这个猎人 生生世世都遭受 挖眼之后 被杀死的果报 今日的居纳罗太子 就是当初的 那个猎人 大家又疑惑地问 既然猎人这么可恶 为什么又能生做太子呢 尊者说 他的另一次前生 是个雕刻匠 当时的国王 不信佛教 毁坏了庄严的佛像 雕刻匠 背命国王的 无知无道 发心将佛像修好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他今世 得以生在王宫 可是 杀云未尽 仍然要遭受果报 以上故事 太子的眼睛 摘录自 佛教英国故事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和阿弥陀佛